现在是反迷信了,但这些观念在老百姓的心里还是根深蒂固的。 林建国低调,刘二爷心里琢磨着,和他关系近的人多了,他也许就不会答应自己这个请求了,因为操办了自己的,那以后还能不操办别人的。 华夏人讲个人情,这事儿一旦是开始了,那可就收不了尾了,可如果他关系和自己多好的话,那还能有个托词,这就是刘二爷唯一的小心思。 想到这里,刘二爷望着林建国的眼神越发的友好了,看见林建国的一碗油泼辣子面吃到了剑底了,赶紧的裹上一袋汗烟滴了过去。 哎,饭后抽一杆,带劲儿,来吧。 林建国憨笑着,也不推迟,他放下碗说道, 二爷,你吃了吗?我去给你弄一碗,这面可香了。 刘二爷咽了一口唾沫,就算是镇上的人吃上一碗油泼辣子面,那也是一件听着就奢侈的事。 毕竟拖带口的,谁能像林建国那么潇洒,更何况他还是个木材钓银处的工人。 但怎么可好麻烦人家,这好印象不能因为一些小事给破坏了。 此时刘二爷笑得殷勤,摆摆手,然后说道, 哎,不吃了,不吃了啊,老婆子晚上烙饼子了,吃的可饱了,来来来,臭大爷,我这不是闲着无聊吗? 又来找你烙吃两句的,不烦吧? 林建国点燃了刘二爷帝国的汗烟,抽了两口,憨笑着摇头,然后和刘二爷随意的聊了起来。 其实呢,他身上有更好的纸烟卷,他还是乐意接受每天刘二爷的殷勤,他只是太像有一个能说话的人了。 在这月光下,破落的窝蓬盘,两个蹲着的身影,多少比一个孤零零的蹲在这里的身影,多了那么一些温暖。 没有什么娱乐的年代,人们总是早早的入睡了,天南地北的扯了一会儿,刘二爷按照平日里差不多的固定时间就告别了。 林建国看了一眼刘二爷的背影,目光很深的样子,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微微地叹息了一声,也起身尽无了。 破烂的窝蓬,月光透过缝隙照进了屋子里,倒是显得不那么黑暗。 林建国就借着这微弱的清冷的月光摸到了油灯,哗然了一根火柴。 点燃了油灯,当昏黄的油灯亮起的时候,总算为这间冷冷清清的窝蓬增添了一丝温暖。 按说在这种时候,人总会感觉到内心踏实,放松所有的戒备。 可是灯光分明映映出的是林建国那一张显得有些痛苦,畏惧的脸。 他抬头,透过窝蓬顶的缝隙,看了一眼天上的月光。 估计了一下时间,然后手哆哆嗦嗦地从上一兜里拿出一包纸烟,然后摸出烟丝,用里面配的白纸给卷了起来。 就这油灯的灯火就点上了,深深地吸了一口。 脸上的畏惧这才消退了一些,可那痛苦依旧是存在的。 走了那么一些年了,芽儿应该也大了,是不是可以带着婆娘连着芽儿一起接出来了? 这个年纪的芽儿七八岁了,懂事了,应该不会乱说话了吧。 再晚,再晚就像自己出来也没有什么意思了。 不能过九岁的那道坎儿,林建国的脸上痛苦的神色更加的重了。 只是苦了爹和娘,他们会得到啥样的下场。 林建国想到这儿忽然埋下了头,痛苦地抓着头发,口里发出低低的鹦鹉的声音,就像是一只受伤的野兽一般。 那一般清冷的月亮升得更高了,原本趴在破烂桌子上痛苦乌叶的林建国,突然像感应到了什么一样。 他一下子坐起身了,连脸上那忽了一脸的眼泪鼻涕都来不及抹去,就跟招了魔一样站了起来。 这个时候,他的神情变了,不再是刚才那种痛苦畏惧了,而是患上了一种面无表情,眼神空洞的机械麻木。 然后,身体也配合着脸上的表情,机械麻木地就走到了窝棚里那唯一的一张炕面前。 然后,在昏黄的油灯照游下,蹲下了身子。 这一幅画面是如此的诡异,夹杂着一丝恐怖的意味在其中,摇曳不定的灯光,清冷的月光,面无表情的,机械的一个男人。 要知道,就算是充满了痛苦的表情,野兽一般的乌野,那也是属于人类生动的情绪啊。 不像这般,这时的林建国就像是一个没有办法形容的存在一样。 他伸出了双手,摸索着进入了火炕的炕洞。 因为还没有入冬,所以这个炕洞里堆积着厚厚的黑乎乎的炕灰。 他的双手在炕灰里扒了住,动作非常的熟练。 不到两分钟,就从那堆厚厚的坑灰里扒了出一个包得很精细的包裹。 包包裹的布是典型的那种浓稳的花布,但看得出来, 很厚实的样子,应该是那种结婚才会用到的, 用来缝制背面的奢侈不良。 在翻出这个花布包裹以后, 林建国那麻木空洞的脸上忽然出现了一丝诡异的笑容。 在这样的一张脸,突然这么一笑, 如果有人在场可能会吓了一大跳, 然后会选择匆忙地告别离去。 但这里是空无一人的窝棚, 没人看见林建国的笑容, 也没有人能解读出林建国脸上的一丝笑容, 是带着一种莫名安心的意味在其中。 他就这样拿着包裹, 回到了朱森面前, 然后原本空洞麻木的脸上流露出那一丝畏惧之后, 才忽然又恢复了诡异的表情, 一下子打开了包裹。 在那个花布包裹里, 赫然是一尊塑像, 可不同于华夏大地到处供奉的神像, 就哪怕是山鬼也不会让人感觉到恐怖。 包裹里的这尊塑像, 在被打开的一瞬间, 确确实实是带着一种恐怖的气息, 就映入了林建国的眼帘。 这是一尊骷髅的塑像, 但不是人的, 而是鱼的, 确确地说, 应该是鱼头和人杂交起来的。 怪异的骷髅塑像, 呈黑色, 栩栩如霜, 表情争鸣, 张开在嘴里面, 尖锐的牙齿, 空洞的黑色眼空背后, 仿佛还有那种冰冷的眼神, 在盯着他面前的林建国。 可怕的, 其实不完全是这些, 而是骷髅上那斑驳的血色。 林建国看了眼内骷髅塑像, 然后双手颤抖着拿起那顿塑像, 走到了房屋里的一角。 在那一角的墙上, 镶嵌着一个木板子, 上面空无一物, 但也不特别地引人注目。 林建国就把骷髅塑像, 放在那块木板上, 然后恭敬地跪了下去, 对着塑像, 开始三叩九拜, 这嘴里边还开始哼唱着一种诡异的脚调, 婉转而又凄凉, 就像那恐怖电影的配音一样。 做完这一切之后, 林建国一下子撕开自己的衣裳, 在他的腹部, 赫然是乱七八糟的伤口, 新的旧的叠加在一起, 让人看着就不寒而泪。 而林建国去向没有任何感觉一样, 从裤腰里边, 摸出一把锋利的小刀, 然后毫无犹豫就朝自己的腹部划去。 锋利的小刀, 划破那布满伤痕的皮肤, 伤口不算深, 还没有伤到厚厚真皮下的血肉, 但也不算浅, 至少那伤痕密布的皮肤 是完全的划破了。 鲜血从伤口里溢了出, 瞬间就流淌成一道细细的血流。 林建国发出一声痛苦的深吟声, 但脸上的神色并没有多大的变化, 显然他已经习惯这种痛苦。 他用一只手接住流淌的血液, 快速地站了起来, 拿起那尊恐怖的骷髅雕像, 然后放在自己的伤口上。 这血液很快地诡异地就渗进了那个黑色的雕像。 连同手上的, 林建国没有浪费, 全部都抹在黑色雕像之上。 他发出了吃傻一般的黑黑黑的笑容, 看起来那腹部的伤口仿佛不在他身上, 流淌的鲜血仿佛不是他的一般, 而这笑容也非常的神经质。 在精神病院呢, 才能常常看见这种笑容。 疯子一般的笑容, 那眼神没有焦距的傻笑, 却带来一种莫大的安心的成分在里面。 这个诡异的仪式很快就结束了, 林建国的伤口不再流行, 伤口处的皮肤泛着一种诡异的苍白, 像是那一处的血液已经流淡干净了一样。 林建国在此时终于放下了手中的黑色雕像, 那个雕像明明是吸足了鲜血, 但是斑驳的血迹却仿佛更暗淡了一些。 可林建国却不关系, 而是慢慢地站了起来, 重新用那张花布将那塑像包裹了起来, 放在了抗洞之中, 再用抗灰把它彻底地掩埋了起来, 然后才捂着腹部痛快地呻吟了好几声。 然后他站起来, 在枕头底下翻出了一个布包里, 布包里全是干净的白布条, 还有一瓶子酒。 他拿出酒喝了一大口, 然后扑的一声喷在了伤口上。 酒精消毒带来的剧痛让他又哼起了一声, 仿佛是吃了药似的, 赶紧吞下口中的残酒。 那苍白憔悴的脸上泛起了一丝病态的微红, 这才好了一些。 咬着牙, 林建国用白布条绑在伤口之上, 这才完全地舒了一口气, 然后忽然神经质地抬起头来, 嘴里边喃喃地说道, 哎呀, 不对呀, 刚才流了那么多血, 我得补补, 必须得补补。 于是, 在清冷的月光之下, 这破落的窝棚里, 又响起了烧火做饭的声音。 刘二爷每天晚上, 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时候, 踏进家里的门槛。 进门的那一刻, 自然家里的老太婆, 少不得又是一番的抱怨。 你说你啊, 这每次吃了饭, 扔下碗块就走, 你说你都干嘛去了你? 这女人的嘴总是很快, 即使是几十年的老夫老妻, 男人的沉默, 也不能改变女人的嘴快啰嗦。 就如女人也改变不了男人的沉默一样。 面对老太婆每天的必修可, 刘二爷也一如往常的选择了沉默, 他带着讨好的笑容进了屋。 但好像今天, 老太婆并不打算放过他一般, 嘴里边依旧的数落着。 你不说话, 我就不知道你干啥去了? 不就是去找那林建国去了吗? 每天吃完饭, 碗块也帮忙收拾一下, 这雷咋不动得去? 你白天里活也不好好看, 得着机会就往他那凑。 人家倒是在木材调营处工作, 不愁吃不愁喝的。 你呢? 别忘了啊, 咱家小儿子还没说上媳妇呢。 再说了, 那林建国怪得很, 他…… 刘二爷的脾气是不错的, 而他老太婆的脾气呢, 却颇有些泼辣。 在这大男子主义盛情的大西北, 他家却是有些女强男弱的架势。 所以刘二爷就一直蹲在门口, 带着笑容叼着汗烟, 任由着自己老太婆的数落。 可是当老太婆数落到这句的时候, 那刘二爷脸上的笑容不见了, 而是唬着一张脸吼道, 你可婆娘家家的, 做衣喜饭, 那就是本分。 头发长见识短, 你不懂得瞎嚷耳着吗你? 这老太婆傻眼了, 不懂为什么今天刘二爷敢这样顶撞他, 一下子就炸毛了, 立刻冲过去吼道。 啥叫头发长见识短, 老娘一天到晚家事没少做, 活也没少干, 你别以为就你一个人在养家。 今天你还横上了是不是? 咋? 就不允许人说你那林建国半句? 你俩啥关系啊? 比老婆女还亲呢? 该不是在那搞啥见不得光的事儿吧? 你不要我说, 我还偏要说呢, 这人好好对方不住, 非要…… 刘二爷怒了, 这林建国是有大本事的人, 能行这么乱说吗? 都怪自己平时太纵容这婆娘, 连这么难听的话都说了出去, 就不怕了。 想到了这儿, 刘二爷这胆也雄了, 冲过去就对撒泼的老太太吼道, 你给老子闭嘴, 信不信我今天就收拾你? 你敢, 你敢逗老娘一下试试, 老娘今天就偏要说了, 那林建国…… 这五十几岁的老太婆撒起泼来, 那可不是一般的力, 被逼得没办法的刘二爷终于是按捺不住, 冲过去一个接近湿湿的耳光, 就扇在自己老太婆的脸上。 这一耳光, 清脆响亮, 弄得两个人都愣住了。 最后还是老太婆先反应过来, 这一下子可是捅了马蜂窝了, 他冲上去就扯住了刘二爷, 然后就大喊道, 老娘怎么赶紧拼了? 说话间呢, 已经是脱下自己的鞋, 劈头盖脸朝着刘二爷脑袋上砸去。 够了, 住手! 这刘二爷是被逼得没办法, 大喊了一句, 却换来更加狂风的攻击。 就连在家的小儿子都被惊动了, 出来不知所措地看着打起的爹妈来。 这刘二爷没办法, 只能是死死地抱住自己的婆娘, 然后在婆娘耳朵里小声地说道, 你别打了, 那都是有原因的, 这林建国是有大本事的人。 你说啥? 老太婆终于停止了手上的动作, 有些狐疑地看着刘二爷。 我还能做没有原因的事啊? 刘二爷, 懊恼地说了一句, 然后看着自己小儿子吼了一句, 在这立着干啥? 不回屋去, 明天不上宫了咋的? 这刘二爷怕老婆, 儿子们确实怕刘二爷。 见刘二爷这样吼自己一句, 小儿子默默地低头, 转身呢, 就进了屋了。 刘二爷这才对老太婆说道, 这件事我是准备烂在肚子里的, 我估计啊, 知道的人都是这么想的, 可今天你, 你看看你, 我都没办法了。 到底是啥事啊? 刘二爷越是这样, 这老太婆脸上的疑惑就越发的重。 他了解自己男人, 这般神情, 这般话语, 那看来是真有什么大事。 刘二爷抬眼看了看周围, 然后再次的叹息了一声, 拿起刚才打架扔在地上的汗烟杆来, 对老太婆说道, 进屋说吧。 屋子里点起了一盏油灯了, 刘大爷和这老太婆啊, 双双盘膝坐在炕上的小桌子上。 刘二爷又重新点起了汗烟袋子, 两个人相对无言了很久, 也不见着刘二爷说话。 你这刚才还神神秘秘的, 现在咋不说话了你? 老太婆耐不住性子, 首先开口了。 刘二爷吐出一口浓浓的烟雾来, 这才抬起头来, 跟我弄壶酒来。 嘿, 我说你这找理由喝酒呢吗你? 我找啥理由喝酒, 有些事不喝点酒, 壮点胆吧, 就没法说。 刘二爷是无奈地对老太婆说着, 这老太婆虽然是有些半信半疑, 但还是从屋子里啊, 给刘二爷端了一壶酒来, 顺便呢, 将就晚上那剩菜, 弄了一点下酒的小菜, 抓了点花生米, 这才放在炕上的小桌上。 刘二爷拿起酒池来, 顾不得倒在杯子里, 就呲溜喝了一口, 也没动得下酒菜, 这才对老太婆开口说道, 你还记得林建国咋来的不? 桃花来咱这儿的吧? 这老太婆还是回忆了一下, 然后非常不确定地说道, 是, 是看起来像桃花来的, 可关键是她为什么进了木材钓银处啊? 你仔细想想, 那年, 就她来的那年, 还发生啥事了? 刘二爷说完这句话, 这脸色变了变, 赶紧地又抓起酒壶给自己灌了一口, 而这老太婆呢, 却陷入了沉思, 这到底发生啥事了? 林建国是三年前, 出现在这黄河边上的小镇子, 那也是一个晚秋, 接近初冬的时间, 在一个尘土飞扬的下午, 他就这么的煮着一个木棍, 这木棍上挂着一个碗, 背着一个小包袱, 一颤蓝绿的就走进了这个小镇, 那个时候呢, 他不叫林建国, 镇上的人都叫他狗圣了, 以至于他那大名林富贵, 都被人遗忘了, 他也不太喜欢别人叫他大名, 反而是别人叫他这粗糙的小名时, 他会笑得很憨好, 答应的也很欢声, 所以人们呢, 也就习惯性的叫他狗圣了, 这个啊, 不丢人, 毕竟农村人呢, 都习惯了叫粗糙的名字, 好养活玩, 在那个什么二狗啊, 狗王啊, 狗圣啊, 满地跑的年代啊, 这样的名字叫着, 反而很普通, 除了来的几个月呢, 这狗圣是住在偏僻的小巷, 或者是随便一个什么党风的地方, 到后来啊, 才住在那个无人的窝棚里面, 镇子上的人不算多, 但是在那个年代呢, 到底是善良淳朴, 那个窝棚是他们指引狗圣去住的, 虽说荒废了一些年了, 但好歹呢, 四面有个党风的墙, 比睡在大街上, 那总是墙了不少, 于是这狗圣就高高兴兴的去了, 一直就住到现在, 也没搬出来, 镇上的某些老人就说这狗圣啊, 是个寄安情人, 到这镇上的一开始, 狗圣的生活还是难的, 毕竟啊, 他在这里没有任何基础, 只能帮别人做些零工, 到别人家里啊, 打打下手混口饭吃, 没活做的时候就意味着饿肚子, 好心人能给口饭吃, 那就吃, 没有呢, 那你就得忍着, 可是他总离不开这座小镇, 到更大的地方, 更好的城市去讨生活, 于是就有人问呢, 哎狗圣, 你这桃花上从你家乡出来的吗? 这种时候狗圣就会捞了头, 憨憨笑, 表示某一种默认, 那我说狗圣, 这镇子上也不大, 讨生活难的, 咋不去大点的地方呢? 毕竟在大点的地方, 就算讨饭也比这儿好啊, 这问话的人呢, 还小心地组织着措辞呢, 这就算是个逃荒者, 也不想伤别人的自尊, 那是那个相对单纯的年代, 人与人之间, 才有的友善, 不去大地方了, 熬几年以后总是要回去的, 走远了我就怕回不去了, 这儿的人气已经不错了, 这再远, 再远也就没意思了, 不管是谁问, 狗圣的答案都是这么千篇一律, 但人气是个啥东西, 镇上的人不太懂, 就琢磨着啊, 是不是指质镇上的人已经很多了, 比村子已经好了太多的意思啊, 哎呀, 这是真没见过世面的人啊, 镇上的人也不好过多的劝狗声, 只是在心里边暗自感叹了这么一句, 我以为对林建国, 会一直在咱们村子上逃荒了, 然后攒点钱票什么的, 就该回去了, 谁知道啊, 别人有去木材钓银处的运气, 但这儿也根本不是运气, 那是别人有本事, 而机会总是给有本事的人呢, 这林建国是深藏不漏啊, 说着刘二爷抿了一口, 这老太婆已经帮他倒在杯子里的酒, 非常感慨地说着, 我说刘二, 你这兜了半天圈子也没说到重点呢, 这狗声, 是林建国, 到底有啥办事啊, 刘二爷停下了喝酒的动作, 直愣愣地看着了太婆, 把这老太婆心里边盯着毛毛的, 只想骂人了, 这刘二爷才叹息了一声说道, 问你想起什么事, 你就想不起来, 那我就明说了吧, 还记得胃打汗不, 就是咱镇子东头那胃打汗, 啊, 这老太婆应了一声, 然后一拍大腿, 哎呦, 对对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魏打汗, 魏东来, 咱们镇子以前最有力气, 也是胆最大的人, 那是咱们镇里, 第一个到木材调营处上班的人, 可惜那么好一个小伙子, 这第一年去上班就死了, 但这事, 哎, 林建国来那一年, 就是木材调营处, 在咱那城里的第一年, 也是魏打汗死的那年, 这事, 是有联系的, 哎, 咋, 你意思是林建国算好了时间, 来到咱这儿, 好到木材调营处上班, 不是这个意思, 这倒是巧合, 你急什么呀, 你慢慢听我说, 这木材调营处, 你以为不邪乎吗, 刘二爷仿佛爱上了叹息这件事了, 说完这句话, 又叹息了一声, 哎, 这魏打汗不是第一个出事的人, 坏就坏在他胆子太大了, 所以呢, 第一个出事, 就轮到了他了, 木材调营处邪乎, 老太婆貌似没听说过这一场, 这刘二爷就端起酒杯了, 也不卖关子, 开始娓娓道来, 说起刘二爷这人呢, 以前在镇子里, 还是颇有一些人缘的, 因为在解放前呢, 刘二爷的爸爸是个半路道士, 本身不知道有没有, 但是哪家呢, 操办着一个红白喜事的, 都让刘二爷, 他爸爸呀, 出面给操办一下, 后来这刘二爷也是紫成副业, 做起了这个, 也就在镇子里呀, 得了一些人缘和威望, 后来解放了, 政府宣传科学, 还给人们弄啥扫盲班, 慢慢的, 这一套就在人心里边不是那么重要, 刘二爷这营生也就淡了下来, 政府呢, 也给他分配到一个机关单位, 守大门的差事, 刘二爷也算是落了一个不错的结果, 这表面上是这样, 可是刘二爷心里的想法, 可不是这样, 他父亲是一个道士, 虽然是一个没什么本事的道士, 但是对有些东西的迷信, 那是根深蒂固的, 这种思想无疑就潜移默化的, 给了刘二爷, 当然不多说了, 很多忌讳和委屈, 在这刘二爷心里边是万分重要的, 就这么一杆子给打死了, 那不见得是一个好事, 但是整个社会的趋势是如此, 聪明如刘二爷也不会站出来和整个社会唱反调, 他就这么安安心心的在机关单位手起了大门来, 直到两年之后, 根据这个镇子的地形优势, 木材调运处在这里成立了, 这可是镇子的一件大事, 当时在整个镇子都轰动了, 因为木材调运处招工给出的条件是那么的好, 镇上的每户人家都是挤破了头脑想进去, 但是因为工作的特殊性, 人家一般只招有力气的轻壮年, 连女工都招得很少, 只招了几个负责后勤的, 就像做饭什么的, 这就显得这名额更加的珍贵了, 毕竟镇子上别的没有, 有力气的年轻人那还是大有人在的, 老太婆以为按照刘二爷在镇上的好人缘, 好威望, 自家大儿子的条件又合适, 这进去完全是没问题的, 可是他家大儿子偏偏就没能进去, 这招工时候没进去, 那以后想要再去那就更难了, 为此这老太婆啊, 没少责备刘二爷, 这事是我故意不上心的, 只是这些年啊, 一直没给你倒破了, 你以为那木材钓银处是个好去处吗, 那绝对不是的, 那里建在回水湾呢, 回水湾叫什么地方啊, 那又叫做鬼打湾, 那是水打班的, 聚集的地方, 阴气森森的, 你以为能好啊, 不是那命硬的八字, 那根本就刻不住, 到那儿去上班, 折服监运那都是小事, 身体也因为长期接触阴气, 会跨得很快的, 木材钓银处邪乎,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这刘二爷打开画匣子, 就有些收不住了, 这是他埋藏在心里边多年的想法, 连自己老太婆都没说的想法, 在今天也是忍不住了, 一股脑的说了, 呀, 那你那意思是, 你故意不让咱家大牙去上班的, 老太婆还是第一次知道刘二爷这心里边真实的想法, 当时就瞪圆了眼睛, 那不废话吗, 别忘了我爹是做啥的, 就算没啥功力, 使不出啥真本事来, 难道忌讳还不知道吗, 我才不会为了钱, 不小心, 让儿子送了命吗, 我悄悄看过咱们家大牙的八字, 并不是啥命硬的人, 知道吗, 这木材钓银处从城里以来, 第一年就捞起了十七具尸鸡, 个个都没找到家属, 你以为他们不信呢, 有些晚上我不是半夜才回来, 和你说跟谁谁喝酒去了吗, 那是扯淡, 其实是找那边的负责人找我去做法事去了, 刘二爷说到这儿, 又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酒, 有这事儿? 听到这会儿, 老太太有些害怕了, 我还能骗你呀, 那鬼打弯呢, 以前没成立木材钓银处的时候, 你说咱们镇上的人会去吗, 都知道那儿邪火, 每隔上几年呢, 那总得淹死那么几个人才能算数, 要以前没人管吧, 那些水打班的浮得久了, 自己不是沉了, 就是再次飘走了, 这, 直说了吧, 魏大汉就是死在这个事情上的, 因为那一年不是捞了十七具尸体吗, 最后一具尸体可邪乎了, 出事儿的, 就是这最后一具尸体, 我当时都想和你商量搬价了, 我看那架势, 不死个二三十人, 那是绝对不会罢休的, 最后, 你知道谁给解决的吗, 刘二爷放下手中的酒杯, 认真地看着了太波, 那你那意思, 是, 是, 是林建国, 就是他, 不是他出手, 咱这小镇就准备办白事吧, 不出现那种家家有白事的情况, 那是绝对不会收尾的, 这刘二爷脸色从未有过的严肃, 不是, 老桃子, 你, 你, 你没吹牛吧, 老太婆还不相信呢, 没发生的事儿, 谁敢这么肯定啊, 我吹牛, 哼, 你要不嫌害怕, 我就把事情圆圆满满的说给你听啊, 刘二爷或许是多灌了两杯酒, 脸上就浮现出两坨坨红, 这脾气一上来, 也就顾及不了那么多了, 给自己老太婆就说起了那年差点把她吓破胆的事儿, 木材调运处离镇子大概有三四里的路, 由于是大路的原因, 也不算远, 这徒步走呢,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就能从镇子走到木材调运处, 原本在解放前呢, 这里有一个村子, 后来啊, 不知道什么原因都迁走了, 荒芜了二十多年, 直到这里成立了木材调运处。 一开始这木材调运处的一些办公用房呢, 就是用的村子里的老房子, 工人宿舍也是,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啊, 这些房子呢, 全部都推倒了重建。 刘二爷听说啊, 是林建国私下给调运处高层出的主意, 不过呢, 这些都只是猜测, 只有实实在在的事儿, 才能证明一些什么, 这刘二爷可是个实在人。 所以啊, 他说第一年, 那木材调运处, 大半年就打捞出十七具尸体, 那是一点也没夸张的。 老百姓怎么想, 那不重要, 重要的是高层的人, 多多少少还是懂些忌讳的。 在打捞出第一具尸体的时候, 调运处的某个高层就悄悄地找到了刘二爷。 刘二爷啊, 听说你以前都是帮镇上的人办些红白事儿的。 那一天呢, 刘云处的领导并没有直接找上门了, 而是在一个下午托机关的人, 把刘二爷带到这儿。 啊, 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 这大家办红白喜事儿嘛, 都图个热道, 而我不就混个饭吃嘛, 那个时候的日子还难呢, 还是现在好, 让我有了好日子过了, 再也不弄那嬴声了, 我现在可是追求先进的, 还主动参加扫梦班呢, 帮助大家认字儿。 这刘二爷弄不清楚啊, 这调运处的二把手葫芦里边到底卖的是什么呀? 可是刘二爷作为镇子上, 为数不多的文化人, 那可是个人精啊。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他可是懂的。 哎, 追求先进是好事儿, 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呢, 咱们是应该取其精华的。 刘二爷能有这种觉悟, 不愧是个文化人哪。 这二把手啊, 打着关签, 表扬了刘二爷一句, 但是这话锋一转, 不过嘛, 老祖宗留下的东西, 什么是好, 什么是不好, 现在有很多, 咱们应该呢, 还是慢慢的探索一下。 刘二爷啊, 你那一身本事, 可不能荒废了。 啊, 啊? 这下子, 是刘二爷, 琢磨不出领导的话, 究竟是个啥意思了。 说有问题吧, 人家说话是滴水不漏。 说没问题吧, 什么叫自己一身本事不能荒废了? 自己有啥本事? 大不了就是知道红白室的标准流程, 知道咋了? 这, 这, 这也不犯忌讳之类的。 当然了, 这其实也算一样本事, 毕竟这种东西学起来还是挺繁杂的。 刘二爷啊, 这个, 直接说了吧, 现在人民需要你, 但这事呢, 必须办得低调才好, 毕竟无名英雄, 那也是英雄呢。 面对着疑惑的刘二爷, 这二把手突然这么说了一句, 这刘二爷是什么人呢? 人精似的, 他明白这是木材调运处需要自己办事了, 而且呢, 是不能拒绝的事, 这样想着, 刘二爷这心里边颇有些沉重, 他沉吟着, 这个, 给组织办事, 那我绝对没说的, 可是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办得了啊。 这个找到你啊, 肯定是你能办得了的事。 二把手也不明说, 说到这儿就顿了一下, 然后端起他那大茶缸子, 喝了一大口茶, 这才说道, 昨天呢, 调营处的工人打捞起一具尸体来, 泡得很烂, 估计呢, 也找不着是谁了。 说要安当了吧, 这多少地有点讲究, 刘二爷, 这事你有经验, 你有什么看法? 这二把手始终不明说到底是啥事, 但这意思呢, 已经是很明白了, 刘二爷懂了, 这时候啊, 也是需要自己表态的时候了。 当下呢, 他也不再犹豫, 直接说道, 既然组织需要, 看法我就不多说了, 我呀, 直接就把事办了吧, 今天晚上就办, 那尸体停久了, 可不见得是好事, 就这样吧, 不过啊, 这这这, 巧妇难为五米之催, 有些东西, 得麻烦组织帮我准备一下。 好, 那就这么定了啊。 二把手很高兴的样子, 就是这么一番谈话, 直接就确定了刘二爷的一个副业, 就是帮着木材调营处做一些法事, 超度一些被捞上的服饰了。 这不管怎么样, 至少是从心理上, 也能给木材调营处一个平安, 这事呢, 也算是双方合作的不错。 刘二爷从来就没耽误过法事, 木材调营处也悄悄的给刘二爷一些补助, 在和老太婆说这事的时候呢, 刘二爷还悄悄的从某个角落掏出一个小包来, 这小包里啊, 层层藏着的竟然是各种票据, 不仅有粮票, 还有布票, 甚至是油票, 那肉票也不算少。 哎呀, 好你个刘二啊, 你竟然敢瞒着我藏这么多票。 老太婆看到这些, 这心里边记忆不打击出来啊, 我能拿出来吗? 拿出来能说清楚吗? 这可是秘密的事, 你又爱和那些妇人聊天, 万一暴露了咋办? 大家都不好办呢, 这是我为小儿子结婚准备的, 这心里边琢磨着, 一直到时候啊, 再想个办法说出来, 不然我能咋办呢啊, 老婆子, 不是我胆小, 这事今天我算是藏不住了, 给你说了, 但是啊, 你可千万千万别到处乱说去啊。 刘二爷脸上异常的严肃, 从结婚到现在啊, 他还没用过那么严肃的脸色, 对着自己老婆说这样的话。 这老太夫不少, 虽然文化是不如刘二爷, 但精明劲可是比刘二爷还精呢, 他一把就抢过那些票证了, 白了刘二爷一眼, 你继续说啊, 有啥好说的, 这事不就这么办下去了吗? 咱们这木材雕运处, 也不知道是不是倒霉, 总之这大半年就捞起了十六具尸体了。 听二把手说啊, 有的木材雕运处运气好, 一年也碰不上一具尸体, 但也有更倒霉的。 听说二把手有个战友, 也是在一个木材雕运处当领导的, 有一次啊, 就捞上了一具邪火的尸体, 那个雕运处连死了三个人, 重伤重病了好几个, 最后呢, 还是请了一个无名老道士, 才把这事给压下去, 这也就是二把手一定让我办事的原因啊。 这刘二爷呀, 是忍不住感慨了一句, 他自己没有太大的本事, 但是对很多忌讳是深信不疑, 看来呀, 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老太婆听了这半天呢, 也是非常的震惊, 不过想着自己男人没事, 这不好好的坐在自己面前喝酒的吗? 但是呢, 这心里边也是放不下心了。 那是你运气好, 没遇见邪火事。 没遇见? 你忘我刚才说啥了, 后来不是捞上了第十七具尸体吗? 那就是真正的邪乎东西。 我呀, 只是运气好, 刚好遇见镇上有林建国那么一个高人在呢, 否则第一个死的是魏大汉, 第二个死的, 那就是我了。 咋回事啊, 那么严重啊, 这你可得好好说说。 这老太婆一这么听啊, 也开始上心了。 那是一个冬天的下午, 一起床啊, 就是一个阴沉沉的天气, 看样子是要下雪的天, 那黄乎乎的看起来就快要压下来的天呢, 都快持续了一个上午了。 也不知道这雪是什么时候才能下来, 总之啊, 这样一个天气, 你哥谁看来这心情也不会好的。 那个时候林建国已经逃荒来到这个镇子了, 刚住进窝棚不久, 不过在单位守着大门的刘二爷, 和林建国还不熟悉, 他不可能在乎那么一个人, 他那天在乎的, 是这雪是该要什么时候下来的, 这天气看起来就像书里描绘的, 冤气聚集天一样, 看起来就不怎么吉利, 可是刘二爷终究就没在门卫室里边等到雪下来, 因为不到中午的时候, 他又被木材钓运处的人给喊去了, 在去的路上啊, 这刘二爷就有一种心惊胆战的感觉, 他就总觉得这一次的事情, 说不定不一般呢, 这人呢, 总是有点直觉的, 何况这刘二爷这种操办法师这么多年的人呢, 我不侵然, 还没到那木材钓运处呢, 在单位的大门口, 他就远远地看见了二把手, 他的神情倒是看不出什么了, 可是他手里夹着一支烟, 来回地在大门口走着, 就让人觉得他很焦虑, 一看见刘二爷, 这二把手一下子就笑了, 就跟见了亲人一样, 把烟一扔, 快步走了过来, 一把握住刘二爷的手, 哎哟, 刘同志, 刘同志, 你这总算来了, 你懂我呀, 我这自我学习遇到有点麻烦了, 这总算把你给判来了, 刘二爷常常做法事, 这事不能让所有人都知道, 除了木材钓运处高层的几个心腹, 这事是绝对保密的, 至于找个借口, 那是难事吗, 很快的, 刘二爷就被二把手给带进了办公室, 办公室里边早就坐了几个人, 全是木材钓运处的领导, 当然了, 还有三个工人, 其中有两个都是领导信任的心腹工人, 就这阵势, 刘二爷以前从来没见过, 当时他心里感觉就更不好了, 这钓运处的一把手呢, 是个沉默的人, 见到刘二爷来了, 这才松了一口气, 但是呢, 他也说不出什么来, 只是寒暄了两句, 就让二把手处理这事, 那天冷啊, 办公室里边烧的是热乎乎的火盆, 原本是温暖的, 二把手却上了第一句话, 就把整个办公室的气温, 给弄得下降了几分, 就看这二把手的语气, 非常的沉重, 刘二爷啊, 我, 我看咱们这次遇见邪乎的事了, 不, 确切的说, 是终于碰上一具邪乎的尸体了, 这, 这事恐怕不好办呢, 在他这句话说完以后, 刘二爷就像感觉不到, 这屋子里的火盆的温度了一样, 可是二把手一声叹息, 不打算缓和一下气氛, 直接就对那陌生工人说道, 牛大壮, 尸体是你捞上来的, 说说当时的情况吧, 原来是这工人捞到尸体啊, 刘二爷眉眼不自觉的抬了一下, 这工人不是镇子里的人呢, 是木材调营处带来的工人, 眉眼陌生, 可是刘二爷却只那么看了一眼, 顿时他就觉得心惊肉跳的, 严格的说起来啊, 刘二爷呢, 是一个没有功力, 没有术法的道士, 只知道道家的一些法事操办和忌讳, 应付一些平常中邪的事, 但也只是知道怎么做, 不知道其原理, 所以严格的说起来呢, 他并不算是道士, 只能说是一个民间的江湖术士, 他不可能有什么开天一眼的法门, 他也没那天分, 但长期这样的术士身份, 加上红白事做的不少, 偶尔还会处理一下中邪的情况, 他自然呢, 也积累了不少独到的经验, 还有呢, 就是一种说不上的直觉, 这种直觉, 说不清道不明, 甚至是朦胧不清的, 但是刘二爷就是能够感觉到, 他之所以见到那个叫牛大壮的工人心惊肉跳, 那就是他的直觉, 让他看见了眼前这个人几乎是阴气冲顶的情况了, 说得明白一些吗, 什么叫阴气冲顶啊, 就是这人额头上啊, 缠绕着一层黑气, 刘二爷把这事情叫做阴气冲顶, 这情况吧, 以前不是没见过, 但那黑气都是淡淡的一层, 刘二爷要闭上眼睛, 仔细感觉才能觉察到一点, 可是这人额头上的黑气, 这一炸一对眼啊, 就让刘二爷觉得眼前一黑, 仿佛那黑气要传到自己身上似的, 他能不心惊肉跳吗? 这种直觉带来的只是一瞬间的感觉, 下一刻刘二爷眼前就恢复了正常, 眼前站着的是一个皮肤黑黄黑黄的壮士汉子, 一切都很正常, 毕竟刘二爷不会真的开天眼, 直觉能带来的感受就只是一瞬间了, 不过这种心理感受还是直接影响到了刘二爷的行为, 他下意识地挪了挪屁股下面的凳子, 手里的茶缸也差点端不住了, 屋子里坐着一屋子人都有些奇怪地看着刘二爷, 毕竟他的反应太大了, 最精灵的就数这二把手了, 他忍不住问了一句, 刘二爷, 您这是? 没事没事 大庭广众之下, 这刘二爷总不能说这人面带黑气的事吧, 在这种社会的环境下, 做做法事还能被大家接受, 这说的悬了, 恐怕就是搞封建迷信那一套了, 不管事情怎么邪乎, 自己得稳住了, 刘二爷是端起茶缸喝茶, 轻轻地掩饰了过去, 只是一把手和二把手, 看着刘二爷若有所思的样子, 但是最终也没有说什么, 这牛大壮是个粗人, 虽然觉得刘二爷的行为有些奇怪, 但到底是没多想什么, 结果二把手递过来的带着绿嘴的香烟, 他就高兴了, 点上了那支烟, 抓了抓后脑勺, 憨厚地笑了笑, 就说开了, 说起来也没啥, 谁都知道冬天这河吧, 有些地方得冻住, 咱们木材地园处是靠水里的, 冬天就没那么忙, 但多多少少有些存木, 是要忙着搬运上来的吗, 这眼看着到年末了, 大家都想快些弄完了, 好高高兴兴地过个春节吧, 你直接说重点, 二把手不满意打岔了一句, 这牛大壮又是含后一笑, 也不知道咋的, 这笑容看得刘二爷这心里边, 这个不舒服, 难受, 当下他沉吟着在心里边拿定了主意, 好吧, 就这几天吧, 大家都在加班呢, 昨天夜里不是我班, 但老王临时有事, 就叫我顶上了, 这前半夜呢, 倒也没啥, 我们上工的十几个人呢, 还有说有笑的, 可是干到后半夜吧, 心里边就老不舒服, 也说不上来为啥, 就觉得冷嘶嘶的, 谁也不想说话, 那, 真的感觉一说话, 就好像被什么东西盯上了一样, 因为这样吧, 那个, 这工地特别安静, 原本也没啥事, 后来呢, 轮到我和老张下水落木头的时候, 就不对劲了, 我俩老听了一个女人哭, 说到这儿的时候, 牛大壮小心的看了一眼屋子里的人, 这个个都是官, 万一说自己宣扬迷信呢, 没事, 你继续说, 一把手这会儿听得入神, 烟屁股烧到了手指头, 这才回过神的, 就像想到了什么, 他鼓励牛大壮继续说下去, 这下子牛大壮是有了胆了, 也就不顾忌什么, 他抽了一口烟继续说道, 我肯定那不是错觉, 那女的哭得有那个伤心呢, 这现在说起来, 我这听着都有点后怕呢, 但当时候, 我, 我不知道咋的了, 还真不咋怕, 就想着, 这谁家婆娘啊, 受欺负了, 这大半夜跑河边来哭来, 这胆子也太大了吧, 我这下意识地四处看看, 还真让我看见一个女的坐在木头上哭, 这话, 听着在场的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先不说大半夜吧, 女的哭这几个敏感的字眼, 就说这木材凋云出的木头, 平日没搬运上来的时候, 那都泡在水里边的, 回水弯的水啊, 是不会结冰的, 但也冻得够呛, 谁没事跑水里边坐木头上哭啊, 这事不对劲, 针针的不对劲啊, 刘二爷的脸色也不好看, 但他相对来说呢, 还镇定一点, 他就问了, 呃, 那女的穿啥啥的衣服啊, 牛大壮抓了抓脑的, 估计啊, 现在回想起那晚的情况, 害怕的有些厉害了, 呃, 有点远, 模模糊糊的也看不清楚, 像红色的吧, 又像黑色的, 对, 那尸体不捞上来了吗, 是, 是红色的洗袍, 好, 那, 牛大壮这脸色变得有些苍白, 亏得他那是黑红黑红的皮肤, 居然也能呈现出这种苍白了, 刘二爷这手一抖, 茶缸盖啪的一声, 就盖在了茶缸上, 这不绝对的厉鬼吗, 厉鬼呀, 他不懂态度, 但是黑色衣服的男鬼力, 红色衣服的女鬼力, 这种基本认知还是有的, 还能显形出来迷惑人, 这根本就不是他刘二能解决的, 茶缸盖和尚的声音, 吓了屋子里人一大跳, 二把手小心翼翼地问道, 那个, 刘二爷, 您看这, 刘二爷有些恍惚, 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二把手了, 他直接就说道, 你让他说完, 说完啊, 牛大壮的一只过滤嘴, 吸到了烟屁股, 扔了, 脸色难看的继续说道, 那还有啥说的, 我当时也不觉得害怕, 就静止走过去了, 那根木头啊, 离岸边能有两三米的样子吧, 水也不是太深, 我过去了, 老张也跟着过去了, 结果, 哪有什么女的啊, 当时我还跟老张开玩笑呢, 说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想婆姨了, 刚才竟然听见女人哭, 看见一个女人呢, 坐在这根木头上哭, 结果呢, 把老张,